我是通过打游戏认识的 到现在交往了不到一年 因为我工作的原因 我们总是聚少离毒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很难去共同 我觉得他和我刚认识的时候不一样了 刚开始的时候他懂事明事理 到现在他把我看得跟犯人一样 管我管得特别严 总说他在我眼里不重要了 他对我工作的不理解 他对前天有的欧敦思连 已经让我对他忍无可忍 我们已经变离分手的边缘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男嘉宾小宝26岁来自黑龙江销售 女嘉宾小于20岁来自黑龙江舞蹈演员 欢迎两位 26了 来干嘛 他要来的 他要来你就来 被逼的 你比他大那么多 他死活要来的给我拽来了 你想解决什么 就是他有一个出了六年的女朋友 前任 然后现在还一直联系着 就我自己挺不得劲的 就已经到达就是 一说就吵着 我不已经删了吗 你删 你删啥了 那我不一直催你删吗 那到最后我被也删了吗 是删了 然后再加你再同意 那不都是有事才会加我吗 但有事他可以找别人 为何要找你啊 他那事只能找我呀 他可以找别人 他可以找同性 他偏要找你啊 我没有说不让他找同性 但他找我了呀 我不能又不累你 他找你可以拒绝呀 你为何要同意呀 你就是偶断思连 你就是想跟他复合 我没有 我要想复合就不会分 只是你不理解而已 好好好 我俩出了六年 就是中间事很多在一起 所以说他没有办法不找我 他一直找你 然后你就同意啊 然后有啥帮他 那你考虑过我吗 你考虑过我感受吗 那是我俩构同的朋友结婚 那他不找我找谁啊 是你俩可以有 共同朋友结婚 你俩商讨行 我理解 那他说你俩朋友结婚的事 然后说我干啥呀 说我不咋地 你别解了吗 你说你不咋地 那我不没说啥吗 我说你不咋地了吗 我没有了 是你没说我气 那他在那说我 我知道了 你还向外面跟我说 那我啥感受 你拒绝他了吗 我就告诉你 我没当回事 我就没信而已 那你自己向外来我了 但是你作为我男朋友 你不辩解 你不为我辩解 你就光在那儿 哦 那他作为我前女友 我怎么辩解 我说啥呀 行 那不说这个 那咱说 行 你还是把这事说清楚吧 我已经猜了半天的迷了 你谈了六年的前女友 什么事都找你 她说我坏话 没听明白怎么回事 咱慢慢把这事说清楚行吗 就是那天他来我家嘛 就找我玩嘛 然后他前女友 给他打电话了 啊 他俩有一个 共同的朋友要结婚 就是他俩都认识 那商量随理的钱嘛 不是 他们俩商量什么呀 对 对 我就挺慢慢的呀 这很奇怪啊 因为是我俩的朋友 我俩是商量随多钱 因为是我俩的发小 行吧 你就算能商量 你就受不了了是吧 对 受不了了 最主要是他俩商量完后 他那个前女友和我 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 然后跟他说 听我朋友说 你这个现实女友不咋地呀 那我不咋地跟他啥关系 他偏还说我呀 就是前女友在商量完 分子钱事之后就说 你现在 都扯我身上了 然后呢 然后那他跟我说的 他向不客跟我说的呢 说那个我前女友说 你不咋地了 说你这人不咋地 你也挺那个什么的 缺根筋哪 兄弟 那一个是我前女友 一个我现女友 我怎么解释 我说啥呀 不是 你说什么呀 他说你屏蔽不就完了吗 他好不好啊 我觉得挺好 所以我没支持他 那你前女友好不好啊 我前女友也挺好的 那就是你不好啊 这可不就这逻辑吗 我觉得我也挺好 一个男人传闲话 还好啊 他在旁边听着了 完了 主要是他朋友 说他不咋地 行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不重要啊 你指的藕断思连 就是因为一个电话 就藕断思连了吗 还是在平常里 还有其他的联系 平常里还有联系 那你说我是做舞蹈演员的 出去去演很正常 然后那前我在哪儿 我在长春 坐大巴车上 他跟我说 那个媳妇 我出去吃饭前 就跟我一朋友 我说跟哪个朋友 他说你不认识 然后他又给我 录了个小视频 录那个女的 录他前女友 我那不怕你生气吗 你怕我生气 你录你前女友 不好意思我猜出来了 那你猜出来了 那你猜出来了 那你给我解释啥了吗 没给我解释啥 我跟你说不是 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吗 他跟他前女友 去求蛋糕去了 求完蛋糕呢 还得陪他买染发剂 那我给他求蛋糕 不很正常吗 因为去年我过程 我俩妹分的时候 他给我做了个蛋糕 而生个票在我这儿 我就把票给他送去了 就陪他求了个蛋糕 那你直接可以 把票给他呀 直接他要买染发剂吗 他要染头发吗 他不懂我懂啊 你他可以直接 那个理发店呢 你觉得我买哪个染发剂好 买哪个票色的好 他便宜了你啊 咋你万能的呀 他找我正好便宜啊 我认识啊 你认识 你咋这么万能呢 行 不就在一起过生日了吗 是不是啊 就中午吃了个饭 是还是不是嘛 是 不就过生日了吗 哎呦我的妈呀 不还不值这些事呢 还有哈 还有呢一堆呢 我咋了 再说最后一个好不好 再说最后一个呀 最后一个 他前女友 生理期不准 来了半个月 跟他寻求安慰去了 我记得当时 好像是有事跟我说 那有啥事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看着了 看着他跟你说 那我也没说啥 我就安慰他两句吧 我生理期来半个月了 老难受了 那我不就安慰他两句吗 你咋安慰的呀 我忘了 哎我帮你回忆一下啊 哎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了手机了呀 啊老方的手机 看了手机了呀 这么说的 哎既然已经咱俩分手 我不能在你身边 我也不能照顾你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他自己好不好 他自个儿知道 跟你说有啥用 他病能好啊 你咋这么厉害呢 那他跟我说了 我不安慰他两句 我说啥呀 那他可以问别人 他问你干啥呀 他明知道你有对象 他挑拨在这儿了呀 还是想跟你再去前远呢 那我俩毕竟六年感情 跟那儿了呀 六年感情 大哥你有对象了 你现在有对象了 你知道什么叫做 抛弃所有的暧昧 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份吗 不知道 不知道呀 那你现在该指导这个 行我来问一下 你们俩谈了多久啊 不到一年 无缝连接 跟前女友断了 就跟她了是吧 没有 分了一段时间 这个前女友的其他事 你还管吗 他有事找我的话 我就管 他不跟我说就不管 你前女友现在有男朋友了吗 一直都没有 为啥呀 不知道 为什么跟前女友分手 可能就是年头有点太长了 就是生活一所所事吧 就是小事慢慢地就越来越能吵 但是吵完就好 吵完就好 但是慢慢地就感觉 没啥意义了就分了 谁提的呀 很自然的 两人就分手了 前女友还是朋友吗 是啊 是啊 这你受不了是吧 受不了 按所有女友认为 都已经有对象了 前任就应该是死的 平安为啥要跟前任联系啊 就情复燃呢 就把前任放在一边吧 就是在你们俩的情感里面 活着一个前任 是这意思吧 对 那你们俩处得怎么样 说说你们俩姑娘 不要说前任 所以我俩处得挺好的 但是她这个前任 真的是太不朽程了 也就是说 你们俩的感情当中 如果没有前任的话 你们俩就特别好 是吧 好什么也好啊 那你呢 你是个舞蹈演员 经常一整就出差 出差两三个月 半夜就是跟人喝酒去 那因为啥呀 那人家那俩小孩 要走了 那我们给他见识了 包括一般的男男女女吗 那么多人 你觉得一个小姑娘 半夜喝酒那么 安全吗 那不还有其他女的吗 我不也一直跟你联系了吗 不是你看谁家女的 半夜出去喝酒去 一喝喝那么晚 是啊 吵架了 然后跟别的女的换情投是吗 对啊 那你气我 你出去喝酒去 我说你不停 你赖我了啊 那你就跟别的女的换情投吗 对啊 跟别的女的干嘛 换情侣头像 换情投 情侣头像 咱不说那个简语好不好 这还得翻译太累啊 跟谁换情侣头像啊 不认识 不认 我不认那女的 那你怎么有那女的照片呢 换的情投 没有照片 就是情侣头像 但是既然她有 就像应该跟我用 她应该又跟别的女的用吗 问你为什么 我说你也不停啊 那你老半夜喝酒去 谁能接受啊 是个男的都接受不了啊 那你就跟别的女的换呢 我是你最想 我说你不停 你赖我了啊 我不管别人家女朋友怎么样 至少我女朋友不可能说 大半夜出去跟人喝酒吧 那 谁放心呢 你放心呢 那不是一堆人吗 咋的 我是单独跟哪个男的处去的啊 那你是不是有男的 你要喝醉了呢 那我能不能喝酒 你还不知道 我尽量都是低酒部长的 行 这件事咱就过了吧 还有别的吗 那还有呢 打游戏 打游戏不带我 说我坑 你本来就坑啊 跟别的女的搞暧昧 别的女的比我还差 我让你躲着你也不躲 我说前面有人 你只能就跑去了 往后还要救你 不救你你生气 救你我还得死 我说死又死了 再开一把的 那你为什么 跟别的女的打 别的女的 她玩得好啊 她可说的比你还菜 我让她干啥都干啥呀 我让她给我后面猫着 给我后面猫着 也就是说那女的听话 对吗 对啊 哦 我还在旁边呢 啊 我没背着你啊 那我在旁边 跟别的女的打游戏 哎呀小姐 这有酒吧 哎呀这有机会包 快点小姐你要吧 啊 那我有多鱼都给她了 不很正常吗 我用不上吗 那人家可以自己搜我 你给她干啥呀 打游戏 也喜欢跟别的女生 就是打个游戏而已 交流是要跟自己的前女友 对吧 还有啥呀 啊 还有 就是我俩出去 那天去夜市嘛 买那个炸串 那炸串是十块钱一把了 那个老太太给我炸多了 那我不能说不要多炸 多吃一点 吃一点呗 本来我就挺能吃的 然后她又生气了 生气就走了 给我丢那了 生气什么呀 不是 那本来是要的十块钱 那老太太给炸了二十 完了 我们本来就要的十块 我觉得你要好说好商量吧 多那十块钱我也不唱 但那老太太说那个 你不干吗 我哪ising本来就是这么便宜 你不就要很赔 你不照烧 你不得了 你不能认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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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钱银 我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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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本钱 我 佳 Leather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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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